要问2023年哪些老歌诱惑了 我随手就找到了这五首 用他们PK现在的网红歌 真是绰绰有余 张杰估计做梦都想不到 九年前为每人制造演唱的插曲听 精英狂飙中的大佬出场一夜爆红 加入DJ后的编曲动感强烈 无论从节奏和人物的适配度来看 都高度符合高启强和安心的角色 小城市把我们遗忘 听你空心里的伤 听你心跳里的狂 听你怀孕的歌蔓延我闪耀 桃花梦是邓子晴 17年为上古琴歌演唱了片尾曲 荣誉的中国风加持独特的声线 让歌曲圆润动听感情丰富 在之中展现了超强的适配度 网上走红既流传的版本 是根据邓子晴原声进行降调调音 让本就纪念爱情的旋律充满了浓烈的救赎感 我慢慢留在爱你道路 前程夙远白尘路 一年超火影波动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 《匆匆那年》是王菲 14年为同名电影献唱的主题曲 动人的声音配上感人的歌词 让每个音符都在敲击听众的内心 而最近《国际记》在《15年歌手》中翻唱的版本 意外走红 对比王菲这一版会更让人眼睛发红 鼻子发酸 甚至会更有感触 就像那年纵族客厦永远已经那样美丽的耀眼 如果最近不能红着眼 是否还能红着眼 就像那年纵族客厦永远已经那样美丽的耀眼 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 比太快迷失前线 谁敢信住这样 彼此无关也无欠 我们要不想遇 陈楚生15年演唱的《那个远方》 在今年莫名的突然走红 成为短视频上无数青春像视频的代表BGM 热血的旋律和演唱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 感觉就像在告诉我们 在梦想面前我们可以渺小 但与其失落彷徨不如勇敢去闯 那双青春值得的眼睛 不再闪躲 飘动着的心 就算你这光也前行 那和远方 什么模样 引导着发烫的梦想 就奔不顾身 小心手掌 勾不到又怎样 2014年一个不出名的导演 带着一群不红的演员 拍下了无数人一整个的青春 9年后的今天插曲红之间 开始在短视频走红 歌词和曲调都会让人在伤感中感受重生的希望 带给人一种反思人生 立足当下的动力 视频最后就一起来听听吧 我是一小六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